上一集提到, 用了DX 把 CSM 藉絲橫紋 很幸運, 現在開始 竟然在零件插到東西 這顆就是海姆Lock Seed 背後的按鈕 幸好底板多了, 就這樣放一顆按鈕 看上去之下, 這裡非常簡單, 連那塊板也不用用 Exactly 要配合按鈕, 這麼薄很難的, 就直接上去 當然, 後面底部, 這個膏在位置 下面的位置偷薄了一點, 讓它不要頂得太緊 太長頂得底, 切到位置正確, 完成了 我們... 嗯... 咦... 對了, 忘了說一說 為什麼要這樣試呢, 這裡 這條邊不要小看它 就是壓住這個位置 不如這樣試一次給大家看看 如果這樣試的時候, 它整塊一塊塊掉了 那它是要... 蓋上蓋子 壓住這條邊, 有一個槓桿位 那才可以的 好, 現在可以把他壓住 就這樣試到的了 就這樣試到了 然後, 把他壓住了 好, 那這件DX 可以交代給小年 他又有多件事玩 所以有時 除了爆殼 我們這裏的殼也爆了 說明這些是好住家山寨的做法 非專業戀來的 小朋友不要亂學 如果真是不明白 反正這麼多的高手也叫他們做 順便說這個 我之前常常強調 真的沒甚麼就不要亂拆 但是很多小朋友不聽他拿了東西 其實他經常會壞的原因就是這裏 他這裏有一條 花線 這條線很有趣 這些不是包膠 主要是用金屬線 上了七皮 上了七皮 做絕緣 然後再用棉線 扭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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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 然後再幾條 一般齊 這裏有五條 所以要開個線口來 刊是不同一般做法的 通常用火彈 彈彈來 燒了層面心 弄開七皮 所以這條線就是這裏 所以上次 CSM那條 我已經提及過 不要亂用 把它變窗 發來發去 DX版 根據過往的情況 就是小朋友 很有型 發出發入 發發發發 當你越有型越橫 發來發去 這條線就死得越快 還有就是 這個本身的喇叭 發了模式 我換了試過 但沒有用 還有 開完之後 發現這邊燈不著 你們看看 通常都是這邊燈不著 壞的情況 居多 就是一條線這些位置的問題 這次可能要開了底下 有辦法補救 但這裏開 注意 這邊有個按鈕 這邊的按鈕 裏面會有幾件小件 和騰功的按鈕 很小 開了螺絲之後 不要直接開 就用透明膠袋塞進去 在裏面來開 不用怕飛走 說明 其實這些玩具的設計上 是不預理拆開來收你的 所以現在拆開後 不見零件 陷不回來 正常的 很正常 今天主題交代回到這裏 先到這裏 拜拜